农历6月19号是获得神军圣诞 新店消防分队22号特别举行了祭祀典礼 由新店区区长林黄元担任主祭 新北市第四救灾救护大队大队长萧丽凯 也率领了同仁及一宵副圈队一同持乡前程祭拜 希望第一方上能够安康 特别是消防同仁们在出勤时可以平平安安 农历的6月19日是获得神军圣诞 新店区区长林黄元以及第四救灾救护大队长萧丽凯 特别率领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同仁 还有新店义勇消防分队 新店妇女防火宣导队等一同举行祭祀活动 祈求辖区安康并且保佑消防同仁在出勤时可以平平安安 除了祝火的心坚 圣诞千秋之外也祈求保佑我们这些党伙兄弟 在出入火场的时候都能够非常平安 我们的护仙这些姐妹在做宣导的时候 也都能够平安 主办祭祀仪式的新店义勇消防分队分队长梁军成表示 获得神军是消防队主要祭祀的神明 而新店消防分队的祭祀活动已经延续了好几十年时间 现在的获得神军是由台北市引寝过来 前辈们发现说地上不大平安 那变成有很多蛀龙引起的一些火灾 那就为了要祈求这整个地方上能够平安 所以就请了这个 获得神军 他是早期应该是从台北市引寄街的黎明大帝那边挂会给来 梁军成分队长还开玩笑地表示 祭祀活得神军最忌讳的水果就是凤梨 曾经有人带了凤梨要来祭拜吓坏大家 记者成品这门期新店采访报道